Hello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这里又是你们的小文文仔 今天拍这个视频是想跟大家聊一下 关于男孩子打游戏 是游戏重要还是女朋友重要 这真的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 感觉在谈恋爱的话 如果说男孩子喜欢打游戏的话 基本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然后前两天的话 我还在网上看到了一个话题 就是问男朋友 他就是想去看英雄联盟的直播 但是女生觉得你去看那个回放就好了 你陪我就好了 就是这样子的话 是对情侣发生一个争吵 然后网络上的话 也有很多女孩子就在那个话题下面开始聊 说自己男朋友因为经常就有因为打游戏 然后就是不跟自己 就不陪自己 就两个人之间很多相处的时间 都被游戏给磨灭掉了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问题 但是在我自己看来的话 我认为游戏跟女朋友的话 他们两者并不冲突 你知道吗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非常爱打游戏的女生 我知道男生如果说你长时间不回女生消息的话 这样子确实是不好的 就是你在打游戏的时候 如果你中途死了 或者是你这局打完了之后 你想看下一局的话 你完全可以在这个空档的时候 给女朋友回个消息说 我正在打游戏 或者是说我稍微晚点来陪你 你给女生一个准确的时间 那女生也不会去闹的 当然了女孩子也需要懂事 男生如果已经跟你说他在打游戏 尤其是排位赛 女生们注意了 尤其是排位赛 如果说男生跟你讲他正在打排位赛的话 就是尽量的先不要去打扰他 因为排位赛比一般的那些游戏比较重要一点点 我本人就是很讨厌 就是我在打排位的时候 有人给我打电话什么什么的 发消息的话可能还好 我只要有空的话 我就会马上去回复 所以说女生的话 千万不要在男生在打很重要的比赛 比如说像排位赛的时候 就突然的一个电话过去 他这样手机容易卡 就可能人家正在开团呢 然后一下就死了 这把游戏就输掉了 这样子的话 男生就很有可能会因此迁怒到女生身上 然后我同时也想回答一下那个女生 关于看英雄联盟直播而不陪女朋友这个事情 其实看回放的话 就相当于是你知道的是这个结果 然后你再去看中间的话 就没有感觉到那么快乐 尤其是你不能跟好朋友们同时一起去看的话 你就不会感觉到那种看比赛的快乐 但是如果说你是直播的去看的话 那个刺激程度你是想象不到的 所以说我认为广大女朋友们的话 他有的时候可以体谅一下男性 但是如果说我们广大女同胞已经体谅了男性 你们男生还是直接把女朋友丢在一边 一个消息都不回 那样子的话也是不对的 就是咱们大家一起互相体谅一下 这样才是最好的嘛 游戏跟女朋友都是可以见得的 好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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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